生笑容,自然之美,美在心情,人生之美,美在懂得,花开时候,句话下写诗,花落时,不只为一片叶落而伤悲,花开花落本就是自然的循环,今年花落去,明年花又开,花开花落,都是诗意的美,属龙的人容易给人带来温馨感,懂得变通,在外观的开,时月上旬即兴照耀, 到时候运势大红大紫,进而催发财运,而且运气逐渐旺盛,倘若结住好运,将会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,此外生向龙的他们,往后愿份投资项目上面也会有更多的进展,同时要注意的是,不要在细枝末节方面耽误功夫,详细滴水都可以穿石,经过不断奋斗,不久的将来生活富足美满, 树龙人天生有好财运,其财运为十二生肖之手,你只要努力把握,经过自己的亲密努力,终身安踏,由于自己的信心和努力,会使金钱源源而来,你不仅凭借自己的努力,还会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帮助, 所以,你一定特别注意,你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,一般说来,舍年生的人正财和凤菜方面,都不错,假如你正在做生意,搞经营,最好大胆一些,看准了,就要放胆去做,当然,也要小心选择,如果稍有直华,钱财就会飞走了,只要过了几个小南瓜,生意就会以上加好, 大金龙在2018年10月,可谓是运势高涨,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顺风顺水,心想事成,不仅在爱情方面会有意外的生活,桃花月旺盛,会有不少的追求者对其示好,大金龙不仅在感情顺利,家庭关系也会一改之前僵化的局面,在贵运的桥节之下,改善了和家人的关系,家庭气氛逐渐融洽, 家和万事兴,家庭和母了,大金龙的财运也会跟着旺盛,财运不断,为人处事善于变通,但人间物热情大方,十月上旬即兴照耀,到时候摔运走好运来,痛财大奖气气进门,在此好运的影响下,定门越来越幸福, 另外属龙的他们,未来六个月能遇到很多赚钱的机会,实现多方面盈利,同时应当注意,要懂得整理及利用好自己的资源,相信爱听才会赢,经过这些努力,未来步步高升生活幸福,整体,多余贵人,人缘好,略偷牢,总继多吉利的一周,周一搬合,周二乡破,周六路合, 财运,财运不错的一周,容易得到长辈的关照而利于自身,容易在文化项目和地产项目上而获利,且会有一定的偏财运,只是略折腾,爱情,周二有天喜新带闲时桃花入宁,多遭遇形象气自家,善良的异性,彼此容易看对眼,以欢整一番桃花,事业,本周事业多吉利,利于项目合作, 利于业绩提升,利于考试考核,利于技术上的合作,利于硬拼求职,但也会有一定的波折和折腾,健康,本周整体起伏略大,日常多有奔波和操劳,建议,闲侠客到有树林的地方去进行放松,或是在家看一些轻快的书籍来进行调节 中高,周二物行大事,重要事宜放在周一,周五和周六,祝月属龙的朋友,也请你们替你们身边属龙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 点亮,并转发,转发为更多人带来福气自己更是首流余香,福气迎门,喜气洋洋,祝你们,福如东海,幸福安康,财源广将,鼠龙人开运紧盲,万般皆是命,万点不由人,鼠龙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,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, 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,即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,人生的坚持,就是学习的坚持,尽管是遭遇困苦,但是我们却是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,重新的去爬起来 这就是奋斗的人生,总体来说,你的运势算是很不错的,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,运势三思而后行,与人相处稍大圆滑,好运次会降临在自己身上,建议你可以成是佩戴守护是佩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祝你多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点击下方蓝色自己朝看,属于你的本命 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剧菜手材,顺利平安,小贩免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